大家好我是苹果妹 就在今天15号凌晨 终于开放了iOS 15.4的正式更新版本 这次的更新除了最重要的口罩解锁之外 还有像是捷径的自动化终于没有通知了 另外还有新增一些像是Siri的声音 或者是Emoji等等的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下有哪一些重要的更新吧 第一个我们要看的 当然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口罩解锁 这口罩解锁你必须要是iPhone 12以上的版本才能够使用 以下像是11、10就没有办法使用了 打开口罩解锁在你更新完iOS 15.4的时候 他就会马上问你要不要打开 当下如果选择不要的话 你也可以事后到设定里面来把它打开 首先我们打开设定 然后我们选择Face ID与密码 然后这边要输入你的密码 然后你就会看到下面有一个口罩Face ID的选项 我们把它打开 然后这边我们就选这个使用口罩Face ID 那要特别注意下上面有写说设定Face ID的时候 不需要戴口罩 你直接设定就可以啰 那我们按开始设定 那要转动头部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下面它有讲一段话 它是说Face ID它当然是全脸辨识最为准确 但是如果你要在戴口罩的情况下使用Face ID的话 你的眼睛一定要注视它的镜头才能解锁 好我们现在就马上的来测试看看吧 戴口罩 好那我们现在来试看看这个口罩解锁的速度 关起来然后打开 马上就解锁了 我发现就算你口罩 你随便用一个什么东西挡住 我猜应该它都可以认得出来 因为它就只是看眼睛的部分而已 这样子太好了 以后在捷律上就可以直接解锁 不用在那边按密码 那在这个版本之前呢 如果你要戴口罩解锁 你一定要有Apple Watch 那从现在开始呢 你不用有Apple Watch 你都可以口罩解锁啰 在下一个更新呢 我觉得对于本频道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转折点 就是捷径的自动化终于可以把通知关起来了 如果你是本频道忠实的观众的话 应该知道我们教了非常多捷径的脚本 还有自动化设定等等的 那这个时候最统统的是什么呢 就是当你自动化在执行的时候 它会跳出一个通知 那那个通知是没有办法关起来的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一下在捷径里面 在iOS 15.4上面要怎样把这个通知关掉 首先呢我们去打开捷径 然后去找一个我们写过的自动化脚本 例如说我现在点开一个脚本喔 这个脚本呢是我的电量超过80%的时候 它会播放一个声音嘛 那大家看到下面呢 有一个执行师通知有没有 我们把它关起来 这样子它在执行的时候就不会跳出通知了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那之后我们在写新脚本的时候 一样在脚本里面就可以直接编辑这个项目了 所以呢如果你之前有在用自动化脚本的话呢 记得更新到iOS 15.4之后呢 进到这个画面来把它调整成没有通知喔 再下我们要讲的就是这次iOS 15.4呢 你终于可以把这个数位疫苗接种证明 加到你的iPhone钱包里面咯 那一般的这个数位证明呢 跟你的小黄卡是不一样的 你必须要上政府官网上申请 那我们之后呢也做一个教学 来教大家如何申请这个QR Code 那如果你已经有QR Code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用iPhone扫 然后把它加到你的钱包里面咯 再来下一个呢就是这一次还更新了 112种Emoji还有最新的Siri的声音喔 这次Emoji真的超可爱 就是还有什么遮连的图像啊 大家可以上去玩玩看 接下来来讲一下备忘录的更新 这一次iOS 15.4呢 你可以直接备忘录里面扫描文字喔 就是现在呢我们进到这个新增备忘录的画面 然后我们按一下相机 接着呢最下面出现一个扫描文字的选项 点下去 然后呢它就会出现一个相机画面 接下来我们就来扫描喔 有没有马上就出现了 它出现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按下面的插入 或者是今天如果它对准的地方 不是你想要的话 你就直接点一下萤幕 它就会跑到你想要选取文字的地方 按完插入之后 它的文字就直接被截取下来了 真的非常的方便 下一个我们要讲的呢 就是不知道大家平常 有没有把密码储存在iPhone上面的习惯 就是平常你在登入网页啊 登入电子邮件的时候 它可能都会问你要不要储存密码 对不对 那这些储存的密码呢 都是在你的设定下面的一个密码这个选项 点下去 然后这边它会Face ID 或是要你输入密码 里面就有你所有储存过的密码 那最新的这个更新里面呢 你终于可以在上面加入你的复注了 因为现在的密码非常多嘛 那你要去找某一个网页的某一个账号的话呢 就有一点困难 那如果你今天有帮它加一些备注的话呢 就会比较好找 那要怎么加备注呢 就例如说我今天设定这个密码 对不对 我下面就有一个加入复注 例如说我打AppleMate 然后我按完成 设定完之后 以后在这个密码的页面 如果我想要找回刚才我设定过备注 那一串密码的话呢 我就在最上面的搜寻栏输入 我刚才的备注就可以了 例如说我刚才也是打AppleMate 它就会出现我刚才的密码 就非常的快 再来下一个呢 你非常实用就是平常 如果你在iPhone上面 使用Safari留言网页的话呢 现在你可以直接全部 翻译成繁体中文咯 在iOS15.4之前呢 是没有繁体中文这个选项的 现在呢终于可以使用繁体中文咯 再来下一个要讲的是 iPhone13 Pro系列才有了 这个放大镜新增特写的功能 现在我们打开放大镜呢 然后我们看到最右边有一个相机 对不对 如果你没有看到相机的话呢 就按一下左下角设定 然后里面可以把相机加到上面来 就是说这样子 按完成之后右边就会出现这个相机 然后我们点下去 它会出现一个特写 那这个特写呢 它就是会用超广角镜头 然后去做一个裁切 就是多一个选项给大家选择这样子 然后呢这一次iOS15.4呢 如果你平常有在用Facetime的话呢 它的SharePlay现在是可以使用第三方的音乐的APP咯 如果你使用的APP 刚好也有支援这个SharePlay的话呢 大家可以试看看 你就可以一起听音乐咯 最后呢必须要提到大家非常关心的电力的问题 有非常多人回报说 这一次更新完之后电力的问题有所改善 如果你觉得有的话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跟大家一起分享咯 拜拜 拜拜 就是一下 评Star Infinite